我们也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这些报道呢说明一件事情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的吹嘘 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却不料美方却早有盘算 随时准备弃台 一段时间以来呢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说 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实则呢不断的拱火交友 从持续受台武器 把台湾变成地震等弹药库 再到制定所谓的撤侨计划 让人们看清楚台湾 不过是美国以台制化的棋子 也随时会变成弃子 美国永远是奉行美国优先 为谋求自身利益 在世界各地搅局 制造分裂冲突 滥用武力 有关事实是世人皆知 无论是在伊拉克 叙利亚还是在阿富汗 美国最终都是一彻了之 自己坐收余力 留下无尽的动荡 分裂和家破人亡 现在美国又想把这一套剧本 复制到台湾地区 一旦台海因为台独而爆发战争 那么台湾就会变成战场 台湾民众就会被裹挟变成炮灰 而在台湾的美国人 则会全身而退 溜之大吉 美国究竟是在挺台还是在害台 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在保台还是货台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有清醒的认识 理智的判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